話語劉恆音樂教父 二年八十歲的劉家昌今天在微博鬧爆囝囝張立恆 和第一任前妻恩真滿口謊言 表示張家珍2015年對媒體說 因為我道德傾家蕩產 所以在1987年早已和我離婚 2015年當我提出要離婚 張家珍開始忘記了有1987年假離婚的謊言 為了賺財產 他自己排財產分配的明細表給我 要我同意 房產加現金遠超過20億台幣 最後他表示絕不認同前妻的要求 繼續選擇跟對方打官司 另外他還指出非常心痛自己的兒子 在無預警之下改名 說大家還記得當年劉子千在演藝圈 短短一個月家喻戶曉 但在他媽媽白搬挑撥洗腦 等他改名換姓叫張立恆 我看媒體才知道 好 感谢观看